三敬业 增福慧 一个人的能感实际上成为才干 哎呀 这个人很能做 这个人很有一套方法 这是才干 是人间的东西 不稀奇的 是练得出来学得到的 那叫才干 而是才干 而学佛之人的才 是菩萨的智慧 学佛人的才是什么 就是用妙法去救人 他是有智慧的 所以在人间 你越有才干 如果自己心不正的话 你会越走越偏差 越远 就是那些聪明的 自以为很精的人 精得不得了 最后越走越偏差 他们有才干 他们有才干吗 有 你们去看一看 在监狱里的人 很多人很有才干的 你们能有本事 偷银行的保险柜吗 他们都会算数码 都会掐时间 他们都会用计算机 但是他们走偏差了 所以挤人 搞人的人 有没有才干 有 但是 最后又被人家 打压下去了 所有这些 都是人间的才干 那不是智慧 人要多减点自己 要之忏悔啊 今天 我又做错了 明天 我怎么又做错了 我怎么这么不争气啊 我的嘴巴 怎么又没有封住啊 我的胃不好 我怎么又嘴馋了 要多减点 要多忏悔 要勤对照 对照什么 让你们找谁去对照啊 要对照自己的心 对照菩萨 你自己的行为 像不像菩萨 这样的话 你才能真心实修 躲灾难 经常忏悔自己的人 可以躲掉很多灾难啊 刚刚要被人家骂了 要被人家打了 马上说 对不起 忏悔了吧 好了 人家不打你了 对不对 刚刚要跟人家打官司 要花钱了 跟人家说一声 对不起 人家就不跟你打官司了 你是不是 躲掉一个劫难了 你想见佛性 见到菩萨的本性 先要与佛相应 就是跟菩萨 要心心相应啊 菩萨想什么 你也想什么 菩萨现在要救人 你也救人 菩萨要你做好事情 你就做好事情 那才叫心心相应啊 那你求菩萨 当然就灵了 与佛相应 才能清静 你跟菩萨 心心相应了 你的心 才会清静 你才会 得佛加持 甘露入心 佛菩萨的甘露 才会进入到 你的心里啊 要记住 要让自己清静 菩萨的心 才会进入你的心 自己不静 求菩萨 菩萨不会来的 听得懂吗 太自私的心 求菩萨 菩萨也不会来 因为菩萨的心 不会自私啊 很多人什么都要 一个人在人间追求啊 这个要 那个也要 师父把他打个对联 追求 这个追 那个求 追求不惜 烦恼 这个烦 那个脑 烦恼不断 你一直在追求 你的烦恼 就不会了断 所以 佛陀说 无所得 得也是不得 我们在人间 无所得 没有什么 可以给你得到的 无所不得 实际上 无所得 你不想得到 你什么东西 都得到了 你拼命地 去追求 想得到 你什么东西 都得不到 难道不是这样吗 就像一句话说的 有心栽花 花不开 无心插柳 柳成荫 你就去做好事 最后 你就是雷锋 你拼命地 想去追求 某件东西 你不一定 会得到一个 好的结果 要修到 身口意 三叶清静 为什么身口意 都要清静呢 身体 首当其冲 身体 是最容易清静的 你们穿得 干干净净 样子很虔诚 人家一看 这个人是学佛人 身 很快就清静了 对不对 口 是第二位的 嘴巴 管不住的人多啊 身体还管得住 很多人的嘴巴 管不住的 明白吗 但最难的 是要管住意念 没有人能够 看得到意念 所以 意念 更要管住 我今天看见钱了 我不贪 我是菩萨 我要管住意念 我今天看见 这个女孩子很漂亮 我要管住自己的意念 我不去想 今天人家说 有利可图的事情 我不要 我在学佛 这些都是靠着意念在管啊 实际上 身口意 意念管住了 就管住了 你的口和你的身啊 你连意念都不动坏脑筋 你的嘴巴怎么会讲坏话 你的行为怎么会做坏事呢 所以 要修身口意三叶清净 将清净的身口意三叶 入 住 化 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干净啊 你要让好的东西 首先 进入你的心田 然后 住在里面 不让它出来 最后 才能消化掉 这跟吃东西 很相像 你看见 这个东西好吃 首先 东西 要进入你的嘴巴 然后 进住在 你的肠胃里 最后 在肠胃里消化 融化掉 这就叫 入住化 接下来 告诉你们 修身口意 三叶清净 会有什么好处 首先 如果你修好了 身口意 三清净业 你可以灭罪除灾 举个简单例子 你嘴巴犯罪了 开始修心了 嘴巴从此以后 不讲坏话了 是不是 不犯罪了 是不是灭罪了 做一个很不好的动作 知道以后 从此不做了 是不是灾没了 在澳大利亚 开车的时候 跟人家抢道路 你做个下流动作 人家跑上来 就是一拳 你以后 把自己的 身口意改了 不再做 这种下流动作 你是不是 消掉灾了 所以 学佛不是这么容易的 要好好地学到心里 要除病患 身口意 是除病患的 你们知道吗 你把身口意修修好 都不会生病了 比方说 心脏病 是气出来的 高血压 是气出来的 如果你身体上 没有做坏事 意念上 不去恨人家 不去贪嗔痴 你的嘴巴 不去说人家不好 人家也不会 说你不好 你一定 不会生气 你是不是 除病灾了 要懂啊 修三叶 可以增福会 因为当一个人 没有病灾的时候 他的福就来了 经常生病的人 会有福吗 如果你三叶清静的话 你会增敬爱 就是大家都喜欢 你这个人 都爱戴你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人 从来不做下流动作 你这个人 嘴巴里 从来不说 人家不好 你这个人 意念当中 都是干干净净的 你说 人家会不会敬爱你啊 就算是 你的爸爸妈妈 如果他们嘴巴里 一口一个下流话 一口一句 这个不好 那个混蛋 你会敬爱他们吗 你们去看看 有很多父母 文化水平不高 嘴巴里 一口一句下流话 孩子都不要这样的父母亲 去学校 开家长会了 所以 修好身口意的话 你会得到尊敬啊 修三清静业 还会少争斗 而且 退一切怨敌 没有冤家 因为我嘴巴 不讲人家不好 我脑子里 不想人家不好 我行为上 从来不打人 我是不是 就没有冤家了 学佛人都会讲 深口意 贪嗔痴 把它细小的 分开来 讲给你们听 把它用在 人间生活中 你们做得到吗 差得远啊 所以 苦无量之 不可思议 实际上 如果你们能够 把贪嗔痴 深口意修好 你们就不会受苦了 你们会有 无量 不可思议的功德 无佛即应 身是佛神 应 就是应身佛 就是在你身上的佛 身是佛神 无言即经 我的语言 就是经文 你们不懂这句话 你们天天念经 你们现在嘴巴里 讲出来的 就是经文啊 你怎么还能骂人 挑拨离间 还能撒谎呢 因为你念经 念经 念出来的 是菩萨的语言 到了你嘴巴里 讲出来 就是经文啊 念经的人 必须要干净 你就算对他 有意见 你就算 对他不好 你就算 有什么想法 你可以不讲啊 不讲 死不了的 你讲出来了 成器场了 天地鬼神都知道 你又造孽了 无念极观 我的意念 就是看到的 你们的意念 看得到吗 看得到 你自己会看到 你自己的意念 在想什么 我看到自己 今天是个好人 我的意念 就转得好 我今天是个坏人 我的意念 就转得坏 观 是观照一切平等 你今天要看到的 一切众生 都是平等的 一念 即观本 念 就是照心 就是佛菩萨的佛光 照到了 你的本性 明白了吗 一个念头 就可以看到 你们的本性啊 今天 你们脑子里会想 这个人啊 我可以占他点便宜 你这是不是本性啊 看得到吗 你今天讲话 挑拨离间 人家一看你 就知道 你不是个好人啊 这就叫 一念观本 好人 会讲这种话吗 好人会随随便便 挑拨离间吗 会说妄语吗 英语中 有句艳语叫 说谎 要有好记性 自己说过的妄语 过一段时间 自己忘记了 又拿出来讲 露馅了 如果你不妄语 你就等于 永远 不会忘记 不会忘记 你不要忘记 你不妄语 我可以忘记 你不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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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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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